但是我也想问问玉红 刚刚你说那时候每天上学 要四个小时倒立行走 是吗 对 这个路肯定是崎岖不平的 一定会受伤吧 有啊 那个时候 我在路上走着走的时候 突然我的手直接软了 然后直接投足地 这颗摇 这颗摇 然后瞬间就没有了 当时流了许多的血 然后我心里没想到 因为我还 颜玉红在未满一岁的时候 就被诊断出患有小儿麻痹症 彻底失去了行走能力 奶奶李博香 担心将来 她没办法养活自己 就天天跟她说 玉红啊 爷爷奶奶没法照顾你一辈子 正常孩子 可以通过劳力养活自己 但你不行 你只能好好学习 将来才有出路 那时候 玉红还小 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到了玉红六岁的时候 奶奶为了让她 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 就每天背着她 翻四公里的山路去学校 这一背 就是四米 刚开始 玉红只有四十几斤 奶奶背起来 还没有那么的费劲 但当玉红长到了七十多斤的时候 奶奶背着就有些吃力了 有一次下雨之后 奶奶像往常一样 背着玉红去学校 在经过一个填砍的时候 一不小心脚下打了滑 当时奶奶的第一反应是 别摔着孩子 而自己却脸朝地地摔了下去 玉红趴在奶奶的背上 没受一点伤 但是奶奶却摔得满身满脸 都是你 看着奶奶 玉红心里既愧疚又自责 她在心里暗暗地发誓 我一定要自己去学校 那天回到家之后 玉红躺在床上 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双手 突然灵机一动 既然我脚不能走路 那为什么不试着 用双手倒立行走呢 于是 她通过爬梯子锻炼手臂力量 通过爬梯练习手臂的灵活度 努力真的不会白费 三个月后 玉红终于学会了暴力行走